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我们讲这个局外人法律如何成就一种荒诞的生活 那这位朋友这样说 他说当代人的自杀不是寻求生活的意义 而是逃避生活的意义 是逃避生活的痛苦 是逃避生活的无调 是的 就是同样是自杀 都有不同的自杀方式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读文学 就觉得某个文学家他讲叫自杀 好像我们就在县阳大家去自杀 是吧 有不同自杀 就像我们有不同的活者一样 是吧 活者也有不同的活法 有些人活得高贵 有些人活得比较庸俗 有些人活得没有尊严 都是不同的这种活法 就是有不同的活法 也有不同的死法 是吧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具体的人 自杀对他的这个意义 加比尔他在他的这个著名的 这个西西伏斯神话的开篇 他就说吧 唯一重大的哲学问题 就是自杀 其实所谓的自杀 在他那里 主要就是讲 人的一种面对绝望 如何去开辟自己的自由 他体现出人的一种 自主的一种决定 就表面上我们对死亡是罪 无能为力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恰好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们可以创造属于人的最重要的自由 这也是存在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下面一个问题是 我们在读这个朗读者 因为朗读者呢 大家很多人都看过电影和这个小说 他是反映纳粹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官员 是吧 他参与了这个屠杀犹太人的这么一种行动 但是呢最后呢 他被抓起来了 要面临审判 结果他为自己辩护 那这个辩护呢 其实朗读者 他是根据著名的这个哲学家 汉纳阿伦特 他的一个分析 就阿伦特 他在参与官场的艾西曼的审判 艾西曼是德国的一个高官嘛 纳粹官员 最后被以色列的特工 从阿根廷抓住了 然后带回以色列受审判 那么阿伦特呢在通过观察审判的时候 他就发现 这个艾西曼并不像他所想象的 那么像魔鬼一样的面目猙獰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 甚至比较猥琐的一个常人 所以阿伦特就提出一种平庸的恶 就他参与了纳粹屠杀的这个大机器 他成为这个机器当中的一个环境 他参与作恶 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作恶 他为自己找了很多的借口托辞 他有很多的辩解 但是这些辩解呢并不是有一种反思的能力 那么这位听者呢 他说汉纳呢 在这种体制当中是认识不到这种体制的罪恶的 这种体制是在战后被审判的 汉纳也许认为这些人反正都是去送死 那么早死晚死也是一样 这算什么恶呢 所以说我们都是在同样的环境之下 所以说确实在电影里面也有这么一个场景 汉纳就问在审判席上 审判她的这个法官说 如果换作你是我 你会怎么办 如果你是我 你在当时能够比我做得更好吗 这边但是我想说的是 就是并不是说我们在生活在某种体制之下 我们就认识不到这种体制之恶 有一些人是认识到了 认识到她还积极地跟这个体制共谋 这当然是最坏的 然后呢还有一些人确实是被洗脑脑残了 她没有认识到 那么另外一些人是她认识到了 但是她无能为力 然后呢她就一种消极的对抗 她也不同流合污 当然还有最决绝的一种 就认识到了 同时我还想做一些抗争 尽管这个抗争大部分会成为炮灰 是吧所以阿伦特劳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黑暗时代的人们 她在黑暗时代哪怕在我们按照世俗的标准来看 她注定会是一个洞穴当中的微光 但是她毕竟给我们人性带来起名 带来光明 她是组成了人性之光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还是说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不管在怎么样的时代 包括在黑暗当中 我们做出最基本的抗争和努力 是吧哪怕为止而毁灭 可能它还是有价值的 这不是一个自我安慰了 自我安慰不至于到我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 我好去给别人提供一碗心灵鸡汤了 这不是 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 但是呢在残酷现实当中 我们仍然能够捍卫我们自己的人性和尊严吧 这是这个意思 是吧 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了 就是今天很多人也在对阿伦特提出来的 所谓的恶德平庸 这个东西在进行反思 我认为这个概念本身 其实说实话是有蛮大的问题的 是吧 就是说只要是恶 其实不存在真正平庸的恶 只要是恶它就是恶 是吧 没有什么平庸不平庸的 所以说我们再来看的话 那些所谓的参与的 他为自己辩解的人 是吧 他的辩解行为本身 老实说已经标明了 他不是平庸的恶了 是吧 这个呢我就不举现实的 这个例子了 这个读者还说 他说据历史学家说 中国的汉民族是最不具侵略性的 相反欧洲的哲学特别发达 他们建立了最完整的哲学体系 但他们却是最具侵略性的 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总是 在哲学深度上高于中国 怎么解释这种行为 这个我觉得又是给他搅混了 是吧 我们也不说历史 从历史上来看 我们的历朝改朝换断 我们也都是 真的是灾难无穷 生灵涂炭 大部分灾难也都是 人整人 自己的民族整自己的民族 这个太多了 是吧 我们的水浒传 我们的三国演义 说红扬的那一套东西 我觉得不能简单说 它没有侵略性 以杀人为乐 是吧 以江山的名义 这个我们不能够很简化地说 但是我觉得 就说是我们一个民族 从哲学上 它有一种进取的精神 比如说在欧洲 整个西方 它的哲学不仅是近代以来 从最早古希腊提出 这种罗格斯精神 到康德最后残名的 这种理性的精神 包括对自由意志的残方 它都是在强调 人的一种扩张性 包括在政治哲学上 像马基雅 像霍博斯等等 包括后面到理睬 强调权力意志 它其实并不说是 中国人讲的 我们要争权夺利的 而是说 我们的生命的 这样的一种重要性 就在于它的一种扩张 扩张是人的 最重要的理性的一种本能 对吧 就是我们要追求无限性 追求整体性 甚至马基雅 跟霍博斯提出一种命迪 就是为什么拥有权力的人 他们会扩大自己的权力 因为他不扩大自己的权力 他现有的权力都不会保住 那么你当然可以给他应用到很多的这些政治斗争了 但是他其实也提出一个非常普遍的这个命题 就是人必须去追求卓越 追求卓越就是最大的德性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以善恶和坏 就是说消极的人 追求自保的人 同样也会干下很多残酷的事情 追求突破的这种创造精神的人 当然一旦应用不当 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不能机械的对应 不能对应 就是哲学的问题 我们就谈哲学的问题 然后关于托斯托耶夫斯的这个罪语法 他提出一个问题了 就是柔弱胜刚强 慈悲的力量 这就是索尼亚 我们知道这是罪语法当中那位 貌似无能的一个纪律 他以他的信仰的力量 然后感化了这个沙尘范 纳斯克 尼克夫 而且他们都觉得自己是罪人 是吧 另外一个不是奇迹产生信仰 而是信仰产生奇迹 奇迹是生命的根本的逆转和改变 是内在的 而这也是我在上课当中 就是我总结出来的一些命题 也是托斯托耶夫斯基所提出来的 是吧 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说 为什么人要有信仰 我信了以后 比如说信春歌得永生 就是我的这个信仰 能够带来我的奇迹 是吧 我因为信仰我的癌症就治好了 是吧 我因为信仰他 第二天我就挣了一大笔钱 对吧 就是我们把信仰作为一种交易 或者我们需要看到某种奇迹 某种神迹我们才去信仰 但是其实这是最反信仰的东西 信仰与奇迹没有关系 而是说你的信仰本身就带来了奇迹 因为带来了你的生命的这种改变 是吧 生命的一种提升的一种可能 就是说你对你眼下的这样的一种位置 你已经不满足了 你有一种不安定感 所以你要寻求更大的更广阔的东西 所以说你的生命改变了 这就是信仰是吧 比如一个坏人变成好人了 那没有什么比这更奇迹的事情了 另外一个我讲托斯多耶夫斯基 还专门讲了卡拉马祖夫兄弟 卡拉马祖夫兄弟是托斯多耶夫斯基 在我看来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了 那么里面呢 我也专门提到 我说魔鬼是最懂得人性和人性的需求的 同样也提到了拒绝奇迹就敞开了信仰 那当然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性是软弱的 就是魔鬼他会伪装 魔鬼有两种 魔鬼最重要的一种武器 并不是威胁你 而是试探你 而是诱惑你 是吧 比如说你这会儿想要钱 魔鬼就能迎合你 是吧 你对上帝不满意 魔鬼就能说 就是上帝就是有偏心 是吧 他总是能够找到你内心最软弱的地方 他去下手 他去迎合你 是吧 所以说当我们听到很多人都在迎合我们的观点的时候 都觉得大家在吹捧自己的时候 就是你要警惕啊 可能魔鬼的诱惑就在当中了 是吧 好 然后当人把自己封为神 人的世界就必然会崩塌 对了 这还是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差别 对吧 这个信仰的核心就是 你到底是以人为本 还是以神为中心 就他会对你的这种生活秩序 来一个倒转 是吧 好 然后呢 我讲的这个托尔斯泰的复活当中的一些观点吧 所有的天才都是天生的犯罪者 是的 福克也说嘛 罪犯都是因为有法律才有罪犯 对吧 因为有医院才有精神病 我们的一个社会的维系 它是需要有常规的 这个没问题 是吧 但是真正的天才都是突破常规者 那罪犯也是在违反常规 但是呢 其实这里面还是有质的差别的 其实同样是这个突破 突破常规 像马基亚文件说 有些人突破常规了 但是他的突破常规 他是有一种更崇高的一种使命 黑格尔也是这样说的 是吧 我虽然突破常规了 但是我背后有世界精神 我是代表了一种世界的精神和时代的使命 我去突破常规的 我不是自私自利的 这种突破常规 还有一种突破常规就是什么 其实不叫突破常规 就是那些犯罪者 那些社会的渣子 他们突破常规完全是为了自己的一种肉身的 这样的一种满足 这种好处 是吧 这是两种 对不对 另外一个我要专门强调了 这个托尔斯泰 在一个小的火车站七娘的死去 复活是他的精神自传 备受煎熬的一个作品 托尔斯泰最后临终的时候 他说你们可以攻击我 但是你们不可以攻击 我所追随的道路 就是他所传播的那一套 他的一种信仰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也可以说托尔斯泰也是殉道 这个我专门在上课的时候 我也讲过的 就是托尔斯泰 他作为一个贵族 但他就反思嘛 就是验见自己的贵族的生活 他想分家喜产 他想把这些农奴解放了 把土地也分发了 但是因其家人的很多的抱怨 最后他自己其实也不可能 彻底的脱离他的贵族生活的习性 但是这并不能说托尔斯泰 他本身就是虚伪的 他为止特别的煎熬 特别的痛苦 最后才导致他的出走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面对自己的软弱 那么我们再来看 在伊凡伊里奇之死当中 我也说了一些话 比如说 熟知非真知 真理常常被掩盖 死亡常常被忘却 是吧 这个熟知非真知 其实也是黑格尔的一个观点 当然后面 海德格尔在讨论向死而成的时候 也在围绕这个问题 比如说死亡是我们最熟悉的东西 但是恰好是我们人人都在逃避和掩盖的东西 伊凡伊里奇之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 他在死之前 他的这种纠结 对这个世间的各种公民立路的一个迷恋 以及周围的同事亲人 围绕着他的死的各种反应 所有这些反应都是没有认真严肃的对待死亡 都把死亡作为一个试图逃避的这个东西去谈论他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小王子 这位听者说 他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小王子跟狐狸的对话 狐狸说若是你信仰了我 然后我们的关系就不同了 我与所有别的狐狸也不同了 所以他说听起来整个故事是令人忧伤 而又甜美的 那关于这一点我还是要再解读一遍 大家听我的课就知道 小王子里面关于这个词信仰幸福 有些直接翻译成你要幸福我 有些稍微温柔一点翻译成你要信仰我 我自己给他翻译成 你和我之间要进行一段造缘 就是我们哪怕是一个猎人 我们也要去造他 不仅是随缘 我们还要造缘 是吧 就是从红楼梦里面来的 叫做造地换缘 就贾宝玉跟林黛玉下凡 他们要造地换缘 就是要了结这一段关系 那么我想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知道小王子 他在离开他的星球之前 他突然发现他这样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后面是一颗玫瑰的种子 闯入他的星球 最后成长为一颗玫瑰 改变了他的生命 这个玫瑰因为突然在这个星球上开花结果 他认为他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他有一些小女孩的这种韧性 他可能也不完全懂得爱 小王子也不懂得爱 所以说最后小王子受不了 这样的一种爱的责任的重负 最后就离家出走去寻找爱的真理 最后到了地球上 突然他在一个花园里面 就看到了几千朵玫瑰 他一下就发现 原来我以前爱的 我以为是独一无二的那朵玫瑰 其实是如此的普通 如此的平凡 他也就对他的爱很失落 当然这时候一位先知 就是狐狸就开始启发他了 就说其实重要的是这朵玫瑰 是千万朵玫瑰当中的一种 重要的是这朵玫瑰跟你有没有建立关系 你不讲之间有没有造元 有没有成为一个幸福的关系 有没有人为这朵玫瑰遮风挡礼 那么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后面在小王子里面也说这话 叫做最重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对吧 就是爱的一种关系 一种生命的一种连接 对吧 这个是最重要的 而不在于从外表上 从现象层面 我们所看到的是多么的普通 多么的平庸 或者多么的虚幻 所以说我们要进入关系 然后呢 在关系当中去学会如何去爱 这是一个东西吧 最后再说一说 关于何马史诗 他说人在他的自身的局限当中 迷失 人既是自己的神 神也是同样的人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何马史诗 我讲的时候主要是讲他的 这个关于他当中的一种 古代的英雄伦理观的一种 美学 我们知道何马史诗 它是人类记载的一个战争史诗 就是那一场特罗伊之战 当然了 从一般流传是为了 争夺一个女性 海伦 然后呢 希腊年军就攻打特罗伊 就为了一个女人 就花了十年的战争 是吧 他分为上半部分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但是呢 其实何马史诗 它是一个 真的是古代的这种 英雄伦理的一个 极致的一种表现 所以说我在里面专门是讲了他的 美学思想吧 那里面的这些英雄 他们是为了真正的荣誉而活着 但是呢 何马史诗非常正确地反映出来 他们在追求荣誉的同时 他们的一种虚无感和幻灭感 比如说阿开亚人的英雄 阿基牛斯 是吧 他的生命如诺业一样 他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感叹 是吧 那么更重要的是 我在讲的时候是强调 在两军交战的时候 尤其特罗伊的这些长老 当看到这个导致战争的海门的时候 他们的海门 真的是一种保护 同情理解的一个心态 他们并没有说 你就是一个红颜祸水 比如中国人对待女人 比如说杨奕环 成年元 我们关键的时候就会找女人 作为政治的替罪羊和牺牲品 但是呢 人家认为女性本身的美是超越的 哪怕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 他们也会在战争当中的 某一个时刻 他们会互相欣赏对方的 那样的美本身 美是超越政治的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太重要的 真的是不同的一种战争观念 和伦理观念吧 这一点让我很震撼 所以说我在讲法律文学的时候 我就咱们分享了这一个 美是可以超越 敌我之分的 也许美能够遇合我们的伤痕 但是美也导致了我们的伤痕 但是就看你对美怎么看待 你是把美作为你私人占有拥有的东西 还是说美是一种真正的一种共享的 一个东西 所以说最后就回到海德里尔我的一个标题 叫做存在即超越 爱是通天路 那么海德里尔也是 他开头想要 赞取拥有小王子 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最后发现自己的爱 可能还是 还是太狭隘了 所以他在这种爱的失败当中 他也学会了真正的爱的功课 这是海德女儿 所以对她是一个很好的成长课程 在那一刻就是 最终他放下屠刀的那一刻 他不去杀这个王子的那一刻 他已经真正的逃逃了魔鬼的诱惑 就是那个巫婆 让他用这把刀杀了 那么如果他真杀了 那么他追求了这一切 就成为一个狗血 狗血的记者 是吧 最后海德女儿就生化了 这是整个法律文学 那总之呢 我们讲法律文学 我觉得是在我们的理性之外 其实也就是理性本身包含的 我们去对理性 获得一种更丰富的理解 是吧 就是我们不仅是 要有一种普遍的一种洞察力 我们还要有对生命本身的一种 活生生的一种感受力 我们把这两者要结合起来 把底性跟激情结合起来 这样底性才是永恒的 激情也才是长久的 这样我们可能才能够更好地去建设自我 和建设社会吧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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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